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集园又到了 所以现在准备来拍一个淘宝开箱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杜儿 欢迎点进来收看今天的淘宝开箱影片 对这一次淘宝的东西的种类还挺丰富的 有文具啦 有饰品 有衣服 然后还有一些家品 那我们就赶紧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想来看一下这个日历 它是单向立出的今年的一个日历 我买的是黑色的 它有红色和黑色 但是因为我买的比较晚 好像红色已经卖光了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黑色的 它这里写着呢 只要撕开这一页就会有好事发生 现在就来把它给撕开 撕开之后就可以打开了 对它打开之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它的每一天除了有日期之外呢 它就是有一句话 它里面的每一句话呢 都是来自于一些名著 每天翻开新的一页 然后读一下这一些话 就可能对生活有了一些新的感悟 和一些新的想法 天市1月9号啊 1月9号 一整理 对然后下面这里呢 就是一个名人的一句话 对到时候把它放起来 每天就可以撕一页这样子 就感觉很有仪式感 后面这里有一个磁铁的位置 一吸就可以吸住 然后呢就可以立在这里了 下面的也是文具 对就是两个本子 对是我在趁早买的 对这个呢 就是他们家很出名的 这个效率手册了 今年买的是一个绿色 里面是这种橙色的边 对它里面就是 记录一些日程的 对另外它有一个 这种透明的书屏 对就可以把这个本子给套上 我今年其实早就买了一本这个手帐 它是AMD米Dolly的 是我之前在logon买的 对这一本就很大 我之前也有介绍过 每一个月份的这一个 纸页面是很大的 旁边还有很多空白的地方 就有很多的空间可以来写字 接下来也是在趁早买的这一本 对它是一本美味手册 对就是记录菜谱的一个专用的本子 它里面呢就是分为很多种不同的食谱 可以分开来记录的 像是健身食谱 中餐食谱 抑郁食谱 烘焙食谱和特饮 对它这一本还挺大的 里面就全是记录这些食谱 因为最近真的是很喜欢待在厨房里 就是研究各种好吃的 对然后也觉得做饭 就是真的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但是就是经常做完的东西 下一次又想不起来了 对有了这个之后呢 以后就把一些喜欢的食谱给记录下来 下一次要再做的时候呢 就直接翻看这一本东西的话呢 就会很方便了 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把整一本给写完呢 下面呢就是买了一些礼物的包装纸 因为就是之前圣诞包礼物的时候呢 发现在家里面囤一点包装纸还挺有用的 淘宝上面的包装纸价格也挺便宜 然后可以选择的款式也很多 对所以就买了一些放在家里 然后我这次买的有这种星星啦 然后有这种粉色的 还有这种波点的 都还蛮好看的 买了还挺多种不同类型的 对除了包装纸之外呢 还买了一些包礼物的丝带 就就可以把礼物包得更好看一些了 我觉得包装礼物真的是一件很开心很治愈的事情 还有这个红绳子也是可以包礼物的 这是一些卡片 那这一个上面写的是 这一个是best wishes 这一个就是happy birthday 这个卡片很简单 就是这种白色的一张卡片 然后有金色的字和金色的一个边 它里面呢就是什么都没有的 也是白色的 这我觉得也挺简单和好看的 对就可以在里面写一些简单的祝福 另外呢它也有一个就是这种白色的小信封 可以把写好的卡片给放进去 好那下面呢来看一些家居用品 首先呢是这一个 这一个呢就是一个装水果的果篮 它就是这种金色 然后金属的 上面呢是这种不规则的一个造型 我觉得还蛮简约蛮好看的 对到时候把它放在餐边柜 或者是放在餐桌上 应该都蛮好看的 它除了这个之外呢 好像还有别的款式 另外也有不同大小的可以选择 我觉得这个看上去还蛮不错的 很好看 下面的这两个呢是在这一家买的 一个呢是这个硅枣土 那我把它打开看一下 对它里面就有两颗这种硅枣土 就可以把它放在盐呀调味料里面 或者是放在米缸里面 它呢就可以吸水吸湿气 就可以保持这些地方的干燥 对另外这个呢就是他们家的一个购物袋 我想买这个购物袋已经挺久的了 对我看见了好像也有卖这个的 对我就是看方便 就直接在淘宝上面买 对它里面这里有教它的一个收纳的办法 这个袋子呢就是把它折叠好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 就可以很轻松的放进包包里面 要用的时候呢就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是这个样子的 它这里有两个把手 这样子拉 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购物袋了 我觉得它的容量也挺大的 另外它就是也有不同大小 不同款式的都可以选择 我觉得就还蛮好看的 我觉得它最好的地方 就是它非常的容易收纳 就比方说用完这个袋子 想要把它给折回去的时候呢 就拉着这两边 然后这样子一拉 对它就一秒钟变回这种长条的样子了 再把它给折起来 然后卷好 扣上就可以了 就几秒钟的时间 就可以把这个购物袋给变回原状 我觉得它最大的优点 就是很快的就可以把它给折叠好 另外它的样式也蛮好看的 虽然它的价格可能会比一般的购物袋会贵一些 但我觉得它就是很实用很方便 今天去完超市回来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购物袋有多能装 好下面呢都是在这一家店里面买的一些家品 对首先就是两个在桌面上放筷子的这种筷子架 对它是玻璃材质的 然后是这种糖果的造型 我觉得很可爱 对我看它有很多很多不同样式的可以选 我就选了这两个 另外的这一些呢就都是杯垫和餐垫 两个这个猩猩造型的 对它是这种毛球的材质的 然后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大的就用来电锅呀电盘子之类的 小的这个就是一个杯垫用来放杯子 另外呢也是一个杯垫 它也是这种毛毛的材质的 对然后它是一个彩虹的造型 我觉得很可爱 它们家有很多这种不同的样式可以选 觉得有很多好看的 大家可以去选一下自己喜欢的 另外就是两个动物的这个杯垫 我觉得这个也是好可爱 这种类型呢它们家还有很多 大家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去选来看看 这是一个冰箱贴 然后是一个旺子 对因为快过年了就感觉这个还蛮喜庆的 就想买一个来把它贴在家里 下面呢是一对筷子 还有两个这个搅拌勺 对这个筷子就是一对粉紫色 一对白色的 然后这个金色的搅拌勺 一个是这种花花的造型 然后一个是这个桃心的造型 我觉得两个都很好看 接下来是一个餐店 对是这种白色塑料的 然后旁边有这种花边的造型 对到时候就可以把吃的喝的 然后放在上面拍照 应该会很好看 对接下来买了两盒这个 它是这个drink markers 就是这种菠萝的造型 可以把它给夹在杯子上面的 就如果家里聚会朋友来吃饭 杯子比较多的时候呢 杯子就很容易搞混 把不同颜色的这个marker 夹在杯子上的话呢 就可以认清谁是谁的杯子 就没有那么容易的搞混了 就感觉就挺可爱又挺实用的 最后一个在他们家买的呢 就是一个这个包头巾 对这个就不用多介绍啦 就是有的时候护肤呀什么的时候 就可以把头发给包起来 没有那么容易挡到脸 对然后它是可以变成一个兔耳朵的 这种造型的就感觉很可爱 下面呢就是几件衣服类的 首先就是买了一件这种黑色的上衣 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这里是针织的 然后袖子这里呢就是布的 然后袖口这里又是针织的 就是有一点点小特别的感觉 穿上之后呢是这样子的 然后袖子呢是有一点泡泡袖的感觉 袖口这里呢是这样的 对接下来是两套薄的这种长袖的睡衣 一套呢就是这个粉色的 对这里有个娃娃 这里有两个口袋 然后裤子是这样子的 也蛮可爱的 然后另一套就是这种猩猩的造型 然后这里有一个口袋 对裤子就是一条黄色的 下面有一点点边 这个样子 这个睡衣呢我觉得摸起来质量还行 但是我觉得它的做工没有很精细 你看这个袖子这里都没有缝好 已经烂掉了 我要给店家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价格呢就是59块人民币一套 对还算是便宜的吧 除了两件薄睡衣之外呢 买了一套这种很厚很舒服的睡衣 超舒服的 这个摸上去就已经感觉很舒服 很温暖了 对那上面呢是一个这种圆领的造型 还有一些小的蕾丝的花边 然后袖口是这样子的 然后衣服的下面也是有这种白色的花边 裤子也是粉色的 然后下面有这个白边 一整套都是比较可爱的感觉 最近降温了 真的天气好冷啊 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把这个洗好 然后拿来穿上 感觉超温暖的 这套睡衣 我觉得它唯一不好的一点呢 就是它袖口这里 它是有松紧的 然后穿在手上呢 稍微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勒手 对但其他方面 它的材质啊 这些都非常的舒服 下面的这一个呢 应该算是一个装饰类的东西吧 就是最近很火的 就是那个非常大的红色的蝴蝶结 对但它送过来呢 就是一堆这种的原材料 就可能需要自己手工再制作一下 对等哪天有空了 来做一下这个蝴蝶结 当时又再给大家看看成果如何 对但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的臭 味道有一点点的大 对然后在淘宝买了两包 这个热红酒的料包 在它里面就是已经配好了煮热红酒需要的这一些香料 就很方便 直接全部丢进去煮就可以了 就不用自己再去单独准备这一些材料 好最后呢就是一些饰品了 先来看一下这个吧 这个呢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它这里呢是一个耳钉 然后这边是一个夹子 就可以把这个耳钉撇在耳朵上 然后夹子呢就可以夹在头发上 然后又有一个流苏这样子掉下来 这个呢就是一个这种插造型的一个夹子 就撇在头发上感觉应该挺好看的 下面呢就是两个银色 这种bling bling猫耳朵的夹子 就是可以夹在头上的 平时应该用不到 就可能以后有聚会呀 或者是晚会什么的时候可以撇一下吧 然后下面这一箱全都是在这一家买的头饰 里面真的还挺多的 其实我真的没有想买这么多的 但我觉得可能很多女生都是这样子吧 一逛这种法式店就停不下来 就这也想要那也想要 结果就不知不觉的买了一堆回来 以后呢其实也不知道会不会都用得到 对不过可以到时候拿一些送给朋友啊什么的 首先是三个这个夹子 这三个夹子我觉得都好好看 它们三个都是这种金色的 这个呢就是这种一字形 感觉就比较的简约 这个呢是这种方形的 然后这里也是这种方形的 这个也是感觉很好看 下面呢就是一个星星的造型的 然后这里有一颗珍珠 这个感觉就会稍微的可爱一点 这个是这个方形的 下面的两个 这就是那个很大的蝴蝶结 好像前一段时间非常的流行 对就可以扎一个很高的马尾 然后把它撇在头发后面 就感觉很好看 下面的 买了三条不同颜色的发圈 一个这个是白色 但是它有一点荧光的反光 就觉得有一点酷酷的感觉 然后一个是黄色的 还有一个红色 这种是橙红色吧 对就是可以用来扎头发 也是两个这种球球的发圈 好可爱好舒服哦 感觉就很适合冬天呀 来把它扎上 下面的这一个 两个这种黑色蝴蝶结的夹子 也是可以夹在头上搞一些不同的造型的 两个这个发夹 它是这种按压式的 然后这个是狐狸 这个是小熊吧 就是都好可爱 除了发夹之外呢 另外就是还买了两个这种发圈 它这个毛真的特别的舒服 感觉很适合冬天戴 超级可爱 另外呢还有一个小兔 还有一个小狐狸的这种扎头发的发圈 对自己扎或者是给小朋友扎 感觉都不错 最后呢也是三条发圈 有一个这种荷包蛋造型的 对也是很可爱 这是最后的最后 真的是最后一个了 就是这种 它也是一个发圈 然后是这种白色的 上面有几颗珍珠 对也是可以用来扎头发的 好了那这一次的淘宝开箱 就差不多是这样了 感谢你点进来收看 也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拜拜 最后还漏了这一个 这一盒里面都是这种小的发卡 很多各式各样的 然后有不同的颜色